找到你的名字的可乐没 还有berry 有没有我的名字 买个可乐现在都这么费劲 这是非常好的营销方式 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潮口 很多人在收集它的 周要的 还有我的名字呢 酷的 拉一瓶 后来我去超市又陆续发现了grant和hope 连在一起就是寄予我们希望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迷信 然后就觉得应该把它带回家 后年 七点钟下班后 大概九点多我来到机场 飞机是凌晨一点起飞 猫本的机场 有很多熊猫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不是应该是鼠年吗 为啥会有这么多熊猫呢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左右 到达了香港机场 准备转下一趟飞机回家 我的飞机还有三个小时起飞 所以我要在机场 都留三个小时 每次渡过香港机场 我总是喜欢去迪士尼店里逛一逛 看我自己还是这么幼稚 不知道为什么对这只熊这么亲有独钟 可能是因为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吧 终于到达我大南京 可是我等了快一个小时 才拿到自己的行李 一共大概快五十公斤的行李 回家有点费劲了 第一次坐S晚 从机场到市区的快线 刚回家那天疫情还没有完全爆发 你看大家都没有戴口罩 下了地铁终于打上了地 南京城烟雨某某 回家后只出了一次门 就是陪妈妈一起上街买了菜 过年要吃一条鱼 叫年龄有鱼 今年的年夜饭很复杂 也很简单 想来想去准备做一个 佛跳墙锅底的火锅 锅底里我放了鲍鱼海参 各种菇类还有鲍 买了一块羊腿肉回来 又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切碎热的机器 然后我们的火锅就完成了 来看看煲了五个小时的浓汤底 过年的香肠 手打双鱼丸 鸡菜猪肉丸子 青菜娃娃菜 鲜切蒜羊肉 菜心和冬瓜 南瓜香菇和莲藕 妈妈排凉拌水芹 妈妈排清蒸鲑鱼 希望新年大家都能远离疾病 新年快乐 不管生多大病都要对自己微笑 因为疾病会远离爱笑的人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